在台灣街上到處都會看到流浪狗 除了沒東西吃 每天還有風吹日曬雨淋 甚至會交之意外或許毒打 正常都覺得它們很可憐 有一些狗甚至還會被安樂死 這一集封新聞 我們來探討流浪狗的議題 首先我們回到12頁流浪狗記錄片 導演瑞嘉聊聊 再來我們會親自跑一趟流浪狗收容所 去看看那裡的環境 以及跟狗狗互動 同時我們會訪問東保處處長 了解要如何解決流浪狗安樂死問題的根本 最後我們回到SPCA 由專業訓練師教導我們 如果我們也想領養流浪狗 要如何訓練牠們 以及與牠們好好相處 避免狗狗再被二度欺養 透過這次的紀錄片 或許你會對流浪狗的議題 有更近一步的認識 嗨 大家好 我是瘋狗 在節目還沒開始停 先跟大家說 本節目由德國好樂士 拇指外翻挑戰器贊助播出 牠們跟我們一樣 也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 在理著德國的商品進來 主要是希望可以幫助有 拇指外翻的人 拇指外翻很多時候是需要開招的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問題 可以上他們的官網看囉 好 回到我們的本節目 如果你們看過十二夜 十二夜是一隻關於流浪狗進入收容手後 十二天就會被安樂時的紀錄片 我們來到這部片導演的家 在這部片裡有很多流浪狗的故事 其中兩隻是中芬與跳跳 導演拍完把牠們都領養回來 我們來看看牠們過得如何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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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那個 我們來看看牠的狗狗狗 已經在暴動了啦 暴動 這隻是中芬 跳跳是比較躁動的一個 好來 為什麼你會想要就是收容 就是中芬跟跳跳 其實你就是這個動作 然後領養才能改變牠們的命運 那我覺得 你要有一個人先拋專引玉嘛 所以我就跟牠們講說 我領養一隻 我在決定要領養牠的時候 我還心機很重 牠那時候很小 差不多七八公斤 小狗上面寫一歲 一歲不會再長大啦 那我就覺得很好啊 那我兩位工作室也沒什麼問題嘛 結果送去收醫院說才三個月 我就長超大 果然牠現在已經二十幾公斤了 他來我家的時候 我去看看牠睡得好不好摸摸牠 牠會反手過來做事要咬我的 因為牠很沒有安全感 現在已經不會了 但是食物這方面還是沒辦法 就是畢竟對流浪狗來講 搶食物才可以吃 才可以活下來 這是一個鐵則 所以牠比較難改 然後我覺得也不需要改 牠來我家裡面 我只要知道這個規則 然後但是我也讓牠知道我的規則 我們一起好好生活就可以了 看到中芬跟跳跳能有一個溫暖的家 真替牠們開心 但並不是所有的浪浪都能這麼幸運 狗狗在被欺養之後 就開始過著街頭流浪的生活 必須冷凍挨餓 想辦法讓自己活下來 當然有些狗狗會被抓進收容所 狗狗入手之後 工作人員會先掃描 有無晶片 即確認狗狗的基本資料後關龍 那麼剛剛提到狗狗被安樂死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每一個收容所都有它所謂的最適當的收容量 只要再養量超過最適收容量 剩下的狗在12天後 就有可能會被安樂死 當然在這12天內 如果狗狗被淋養走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而剛剛提到的12頁紀錄片 除了感人香菇以外 這部片引發了安樂死的議題熱烈的討論 然而這部片出爐不久後 許多政府單位開始推動零安樂政策 在2015年的年初 零安樂法案順利通過後 2017年將正式執行 很快的零安樂就成為所有收容所的主要目標 根據SPCA統計 以台中市來看 台中收容所的墜市收容量為500隻 8月再養量為631隻 而9月為622隻 兩個月總共超標了253隻 而他們的安樂率為8.66% 並沒有達到目標 以新北市來看 他們的墜市收容量為1865隻 而8月的再養量為1552隻 9月為1542隻 安樂率為0% 的確有達到零安樂的目標 也因為這樣 我們來到了新北市酒間收容所其中的 新北市板橋動物之家 去看看那裡的環境 另一方面去了解他們是如何達成零安樂的 蠻多 我希望蠻多人 大家可以多多來領養這些狗狗 你看這個多美 你看多可愛 每一個人都說領養我領養我 看這個很Q 因為收容所的能力有限 通常這些狗狗如果要洗澡散步 以及所內的環境整潔 大多是由志工來協助 既然來了我們一起來參與這個有意義的志工活動吧 我今天要幫你洗香香喔 這樣可以嗎 讓牠全部打濕 阿摩咧 這個很舒服咧 不要怕怕 等一下鬆鬆喔 好乖 不要怕不要怕 Sini 哎呦 我牽的這隻狗狗 牠是帶領養的狗 因為牠喊的名字 所以有暫時叫牠亮亮 因為牠的毛又黑又亮的 平常如果沒有志工帶牠們去散步的話 其實狗狗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關在籠子裡面的 訓練師說 牠這樣子比較不會那麼有躁鬱 嗨大頭 你好 你會不會握手這種事情 不會也沒關係 以收容所來說 這邊的環境算是非常優質 牠們也的確達到了靈安樂的目標 不過在訪問12頁導演的過程中 我記得牠有提到 牠們達到靈安樂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 你還是可以從一些任領養日看到 牠做到靈安樂 牠不是這麼容易的 因此我們親自來問問 洞保處的署長 新北市是用了哪些配套措施 達成這個目標呢 要做靈安樂的話 如果沒有配套 那絕對會失敗 那新北市 現在有十大項的配套 那當然這十大項有很多 那我先舉例講一個 當然 要完成靈安樂 最主要我們怕 民眾又不手法的 把這一個丟出來給你政府 所以我們會產生所謂的 氣氧潮嘛 那當然我們要加強生命教育啊 所以我們透過學校 由小朋友回去影響他的 哥哥姊姊 影響他的爸爸媽媽 影響他的親戚 也就是說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 可能比由上而下 效果要來得好 等了幾分鐘就讓我了解 新北市政府的靈安樂政策 大部分都為了要在兩個目的 一 降低路數量 二 提高領養率 根據SPCA的資料顯示 新北市的領養率是全台灣最高的 而在十個政策裡面 其中一個政策是 兩個目標都可以達成的 那就是 所以新北市我現在 是以發展出一道所謂的 毛寶貝幸福轉運站 毛寶貝幸福轉運站 是提供毛寶貝 充養及領養的媒合平台 主要的功能有兩種 一 市主因種種原因而氣養 透過平台來將毛寶貝的照片 及基本資料填寫完成 狗狗必須已經施打過狂血病疫苗 以及植入晶片等相關規定 才可PO文領養 要將狗狗棄養的市主 需經過30天的冷靜期過後 若確定還是必須棄養狗狗 才會開放人養 而經過這冷靜期之後 許多市主經過考量 發現無法與狗狗分開 決定撤回帶領養的資料 進而降低了市主 衝動棄養的行星 大幅降低了50% 二 資源由新養人提取毛寶貝 基本資料 讓領養人更了解毛寶貝 促進媒合成功 另外 新北市官網 由毛寶貝飼養相關資訊 提供大眾多年的服務 我們剛好今年度也花了 大概2000萬 在做修繕 在做改建 比如說我們 有些運動廠 要增加狗屋 因為稍微會漏水 那我們這時候也要修繕 比如說貨物池容量不足了 那我們可能要增加貨物池的容量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 比較人性化的環境 讓大家能夠到我們動物家來 看到這麼優良的環境 然後他對狗狗的一個互動之後 希望能夠增加他的認養率 除此之外 新北市也花了450萬的預算 來補助劫渣 民眾若認養 新北市的流浪狗 劫渣補助為公的1000 母的2000 令提供免費施打晶片 及狂犬病疫苗 主要是為了避免某些市主 在飼養上的負擔 以上的例子 是在預算足夠的情況下 新北市做到了 林安樂這個目標 如果預算不夠的情況下 又該如何呢 我們來聽聽導演的看法 這是我為什麼講說 你去六都看 你會覺得設備又比較新 然後人又比較多 醫生看起來也比較多 還可以幫他做一些小小的醫療 但在偏鄉的話 那個一個人要抵三個人用 然後那個也沒錢 也沒人 然後又遠 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落差 在了解之後 我有一個總結 那就是新北市的確做得非常好 但在偏鄉的地方 由於預算不足 就算有了政策 無法執行也沒有用 所以根本的問題出在市主身上 既然決定要養 我們就必須對他負責到底 還是那句話 我們以行動支持 領養不欺養 為了解目前大眾 飼養狗國的觀念 以及為何會欺養 我們到了SPCA 由這邊的訓練師來講解這個現象 主要就是那種嫌麻煩 本來養狗 好可愛 好可愛 帶回家發現 哇 問題好多 就開始關龍飼養 開始可能綁在一個地方 就沒有狗活動 綁一個地方是說 狗狗會亂跑 狗狗會咬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人造成的 很重要一點 就是沒運動 沒運動 體力過剩你怎麼發現 用咬的方式啊 用叫的方式啊 所以我會建議說 四組帶回家 狗狗帶回家 如果說不是很怕人那一種 可以出去散步的 都給他運動 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運動 狗狗一開始帶回來 就是比較怕生 然後有點忽食的現象 所以可能流浪的時候 就是沒有吃得很好 等種狀況通常我們一開始 就是會慢慢給他先建立 跟人的信心 就是先用食物去 誘導他 給他做一個好的聯想 這隻狗狗這家 Sopa 是我們協會大概五年前 在台北市那邊撿到的一隻流浪狗 然後現在是被我領養 其實他一開始來的時候也是很怕生 看到默奢人的話 他完全都不會互動 就會躲在人後面 一開始教他增強信心 也是用一些簡單的訓練方式 比如說坐下 基本上每一個四組都回家 第一個回家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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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四組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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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他來講 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通常會用好香的眼心 用引導的方式 來 先聞一聞 來 坐下 對 因為當狗狗想吃點心 你往後的話 他就皮股要往後掉 所以不是說用壓的方式 壓的方式 有些狗狗OK 但是有些還是 越壓他越頂 如果是用引導的方式比較快 比如說給他先聞一聞 捲圈圈 捲圈圈 啊 圈圈好乖 好 一開始用這個方式去戴 戴幾次以後 來 圈圈 同時給一個指令 好 圈圈 來 圈圈 好 乖 坐下 哎喲 好棒喔 就是多多鼓勵 如果萬一一開始他不懂 或者說做錯了 那也沒什麼 就說OK 沒有得吃 然後再用點心再引導他 慢慢帶他這樣子 在了解以上種種之後 然而過程中也看到了許多浪浪期待 又怕受傷害的眼神 我明白無論是政府機構 或是民間團體 努力來推動所有的方案 但最根本的問題 還是回到人的本身 所以生命教育的提升相對的重要 我們期許藉由這次的紀錄 能化成實際的行動 一起來支持領養不棄養 為浪浪找一個永遠的家 我是殷小桃 謝謝收看 東新聞 大家好 我是詹大衛 我是殷小桃 我是殷小桃 我聽殷姐姐 好 Anyways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我們會定期出這樣子的內容 如果你是用Facebook或是YouTube看 如果你是用Facebook看的話 請你搶先看 如果你是用YouTube看的話 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 好 來 我給你30秒訂閱 等我一下 30秒時間訂閱 315秒 等一下你還要講多久 就是要讓他們一直run啊 然後呢 run到什麼時候 他還在run 你看 你們這樣子還不訂閱 趕快訂閱 我老婆都快把我手機弄壞掉了 殷小都快把我手機弄壞掉了 你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 可以了嗎 還沒啊 還沒啊 就是要等他們訂閱啊 我現在在 等他們訂閱 我們又不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這是我的名片 啊你們訂閱了沒 欸他們好誇張喔 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訂閱 我覺得超扯的 為什麼他們不趕快訂閱 他們已經訂閱了 沒有啊 現在還在看的人 一定都還沒有訂閱 看什麼 這是什麼 他們是 如果他們現在還在看的話 就表示他們還沒有訂閱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等他訂閱 這整個流程都是我們在等他訂閱 喔 喔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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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等啊 那你要等什麼時候 你剛剛來到夏天 蛤 欸 你等我一下 你這個是要錄很久嗎 你這個是要錄很久嗎 你這個要錄多久 這個不是那個呢 你們訂閱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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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的 你們訂閱了 你很沒有在我的flow上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個是什麼 不是我現在有點搞不清楚 這個是YouTube後面的影片啊 就是要叫人家訂閱的影片啊 訂閱 你們訂閱了沒 可是這樣子很長嘛 對啊就是 有一些人到現在 就是 你怎麼跟他講他就是聽不懂 我就叫他訂閱 然後他就偏偏不要訂閱 你們訂閱 如果你訂閱的話 張大衛就會給你 滿滿的 滿滿的 大平台 呼呼 他怎麼不訂閱 重點是還有恍惚 超誇張的 對啊 可是他們等下就會恍惚 好你就讓他們訂閱了 我覺得應該是 好不理你了 我們要去吃東西了 掰掰